高雄港碼頭裡天車爬爬灶 搬運一個個貨櫃 過年前更是忙到破表 有資深駕駛都沒條 控訴公司公時報表 他都比多幾點休三天那樣 四月也要員工旅遊 十四十五天才休息 天車駕駛拿出一張張物流公司 工作紀錄表單 二月加班總計 高達一百點三五小時 時數驚人 上班時間 二十六號早上八點 上到下午四點 休息四小時後 又從八點加班到凌晨十二點 但隔天一早八點又上班 只休息八小時 甚至得連續上班 八到九天才休一天假 預休僅僅三到四天 然後沒辦法接受 但是他說因為人數不節 所以沒辦法更改這樣 希望大家要共體時間 天車駕駛也控訴 被公司強迫加班 實在氣不過 把價表等資料PO上網 根據勞記法 一個月加班時速 不能超過四十六小時 輪班更換班次 沒有連續休息十一小時 每件可開罰兩萬到一百萬元 沒有啦 這個我們可能了解一下看看 老公如果發現 雇主有違法的情勢 也可以向本局 來反應跟申訴 勞工局也表示 如果接獲物流公司員工投訴 就會轉開調查 違法公司一旦查證屬實 就會案件開罰 直到改善為止 記者洪夫人王 蘇洪高雄報導 拍檔 走 數ar 遇見 寸 都 擁 utmost 感谢观看